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突然发现前面有一台停靠在路边的出租车 当时出租车尸体已经创在雪堆上了 可能是因为当时出租车尸体打电话在寻求别人绑住 所以说他车门着一半砍一半被砍 李先生不知道对方是啥情况 就鸣笛示意了一下 想让对方躲避 结果就看到从出租车驾驶室里下来一位中年男子 亮亮呛呛地走到自己车前 刚刚摇下车窗的李先生 马上就闻到了一股浓浓的酒气 听到这个李先生名秘后 出租车实际非常气愿 然后下车 下车找到李先生的车前 上来就给李先生车先踹一脚 然后找李先生去理论这件事 而且言语出租 对李先生有骂骂的心 你好 那个邀零是吧 这个201江东港这块 有个出租车开出租车 就在那个201江东港那块 右转到这块 从东往西 被人连打带骂 李先生也明白这人是喝多了 只好报警处理 直到交警赶到后 这位出租车司机的酒劲还没醒呢 我们到达现场之后 这个涉嫌酒驾驾驶员 情绪比较启动 局里也是张望人品 但是我们对他进行了感化吧 就是把那个 他这种的严重后果啊 可能造成的后果啊 还有他目前处于的处境啊 都跟他说清楚了 教育他之后呢 他的精神状态有所恢复 所以说我们给他大估计 就是今天他收血缴 不验不知道 一验吓一跳 通过血液检测 结果显示为 每100毫升 214.25毫克 该名司机已经涉嫌 醉酒驾驶营运车辆了 驾驶完在醉酒 醉酒后呢 身体的触觉能力要降低 但是精神会亢奋 判断力和这个操作能力会下降 视觉呢 同时也会变得模糊 很难驾驶好机动时 很容易造成严重的厚恶 最终 依据相关法规 梁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对该名出租车司机 醉酒驾驶营运车辆的违法行为 给予吊销驾驶证 十年内不得重新取得 终身不得驾驶营运车辆 并负行事责任的处罚 接下来 看看观众们 关心的相关法律问题都有哪些 翁女士问 我儿子读小学 在上体育课时 老师擅离职守 孩子从单杠上摔下来 造成伤害 老师要不要付一定的医药费 律师回答 上课期间 老师擅自离开 造成学生伤害事故 具有过错 老师是职务行为 其行为后果应有所在学校承担 如果您有涉及合同 房产 债权债务 建设工程等方面的纠纷 需要法律咨询 辽宁巨东律师事务所 拥有专业的律师团队 欢迎大家拨打法律咨询热线 024-3112-7786 024-3112-7786 蒙面男子深夜潜入金店 150万黄金被一扫而空 卷闸铁门没有破坏企迹 他如何禁店实施盗窃 九江百万黄金盗窃案 北方警示马上播出 中医传承 将心悠远 高真堂 传承国粹 弘扬中医药文化 创新理念技术 全生命周期 诊疗养液体 医疗连锁 对肠健病 慢病 疑难病 未病先防 预病防病 以病防促 预后防复 一人一方 辨证失智 造福百姓 助力健康中国马 大医经常 良医好药方现效 熬治厚凡 医人心 高真堂 道地药材 密法炮制 好医好药 好高方 提高诊疗效果 为健康 保驾护航 有警示 有故事 这里是北方警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杨志 节目的一开始 我们先来看一段 视频短片 7月18日凌晨3点40分左右 一名戴着帽子和口罩的男子 潜入了进店 他撬开了柜台 把一些黄金饰品 装入了自己的口袋 往口袋里装 塞不下 眼见口袋 已经装不下更多的黄金了 这名男子又走出店外 10分钟之后 他戴着一个黑色的袋子 再次潜入进店 拿了个塑料袋过来 一个买衣服的一个塑料袋 拿一个塑料袋过后 又把全部装走 盗贼在作案时 显得十分从容 他将黄金柜台一一撬开 将里面的黄金饰品 洗劫一空 之后他又走到钻石柜台 十几个钻石 挑着大的拿走 丢失了有大概600多件 把还人加价了500件 价值是有大概159万 在盗走了店里 最贵重的黄金和钻石之后 犯罪嫌疑人 对价值稍低的彩金和银石 则没有动 直到第二天早晨8点 老板下起午上班时 才发现店里失窃了 他连忙报了警 等我们到了现场之后 这个柜子锁过 估计是比较牢 它就没打开 整个这一条 全部被盗走了 那边的钻戒 钻戒也被偷走了 反正现场也比较凌乱 被盗的这家金店 安装有八个公共区域视频 虽然进入下了犯罪嫌疑人 盗窃的过程 但是由于他十分善于伪装 警方从公共区域视频里 无法识别他的样貌 而尤其蹊跷的是 金店的大门并没有被撬的痕距 那么这名男子是什么人 他又是如何进入到金店的呢 夏奇武在都昌县蔡岭镇开金店 已经有三年时间了 夏奇武一直认为 黄金放在店里很安全 每天闭店之后 店里的金银首饰 他并不会收起来 也没有派人职守 因为相对来说 这里是交通路口了 摄像头啊 哪里都没有私家的 因为这边都很安全 金店只有前面一个入口 要打开一道卷闸门 和一扇玻璃门之后 才能够进入金店 警方发现 外面的卷闸门 没有被撬动的痕迹 而里面的玻璃门 门锁是被钳断的 那么嫌疑人 是如何打开卷闸门的呢 他金店的卷闸门 他做的还是非常 比这个普通老百姓家的 这个车户的卷门 还是比较牢固的 他的干铁还是比较牢固的 他的分析也比较小 那我们撬了一点点起来 我们就根本就两个人 三个人都拿不起来 我做的是四样 下棋五告诉警方 这扇卷闸门 是通过遥控控制的 遥控器一直在他的身上 从没有给过他人 第一种情况 就是有人撞过这个门 是不是配了钥匙 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 我们就是说 现在有这种技术 就是说有个人在旁边等 你在开门的时候 你在开卷门门的时候 他同时在这里 给你也配合 就是配一种你这种密码 警方的分析 让下棋五想起了一个细节 那就是在一个多月前 店里的卷闸门坏了 他请了一个 湖北仙桃籍的人来修理过 我的门是一直到他们家做的嘛 装修的时候帮我们做了门 觉得他做事还可以啊 因为上面那夏天 到上面做事修门 里面那么小的空间 也挺累的 也挺乐的里面 因为也搞了三四天帮我 通过再三查看视频 警方也从视频里发现了端倪 嫌疑人进入金店之后 在盗窃黄金时 在柜台上放着的一个黑色物品 似乎就是一个遥控器 看着嫌疑人他有一把 也有一把遥控 我们看到了一把遥控 塞不下 警方立刻对修索的人员 开展侦查 结果发现他并没有作案时间 那么还有谁 可能接触到这个遥控器呢 我们对他父亲呢 进行查询 那个网上搜索 他父亲呢 盗窃前科比较多 有盗窃前科 有吸毒前科 有溶流的 有放毒前科 所以是比较多 这方面的嫌疑比较大了就 嫌疑对象远在湖北省仙桃市 案发现场位于都昌 办案民警猜测 犯对嫌疑人应该是有交通工具的 发现了一部 湖北乡桃的一个车 因为他这个人就是湖北乡桃人 因为他这个菜顶座案 到菜顶上高速 只有五分钟的路程 他反而到 到那个中广上高速 中广上高速有多远呢 至少有三十分钟 他仿设在一次比较前 确定了犯罪嫌疑人之后 警方赶赴湖北仙桃实施抓捕 在案发之后的第三件 7月20日下午3点 警方将盗窃黄金的犯罪嫌疑人 何强抓获 同时被捕的还有他的两个同伙 负责望风的左山 和负责开车的陈亮 面对警方的讯问 何强对自己的犯罪事实 供认不讳 但是他却拒不交代 藏匿赃物的地点 通过相关线索 警方查明 在盗窃得手的当天下午 犯罪嫌疑人何强 就将其中的一部分首饰 卖了13万元 对于作案过程 供认不讳 何强却拒不交代 被盗黄金的下落 这背后有何隐情呢 办案民警告诉何强 依据我国法律 犯罪嫌疑人 如果能够主动 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 可以依法从宽处理 同时 警方也从亲情的角度 对何强进行了教育 因为他家里情况 比较困难 他小儿子这个年纪 一把年纪了 然后也开个店也很不容易 自己家里也没什么帮助 小儿子好像也没几分 虽然说两个父子之间 不怎么说话 但毕竟还有父子情在那里 然后有一些东西 还是能打动他的 警方的小制仪礼 动之以情 最终让何强的思想有了转变 他告诉警方 剩下的黄金 藏在了家里一个油桶里 你爸家里是吧 是 你爸家哪个地方 我没有厨房里 厨房哪里 没有厨房里 你厨房哪里 你厨房哪里还有谁知道啊 没有厨房 这么多天 两天两夜 没合眼 包括回来审讯三天 没合眼 一点钟交代取商 一点钟立马又到县堂去了 一点钟又去了 大家不觉得疲惫 我都感觉到心疼他们 在何强附近的家里 警方正细地找到了 对 对 除了被何强变卖的小部分 警方将剩余的价值上百万的黄金 悉处坠回 那么何强又是怎样走上了 涉嫌犯罪之路呢 犯罪嫌疑人何强 今年51岁 曾有过多次盗窃 吸毒前科 因为屡教不改 家人对他也感到很失望 他这么多年一直在游手好想 他吸毒 他在外面都是好吃好喝 住宾馆 家里他也不管也不问 包括两个儿子 他跟他儿子虽然在独厂这边 坐了一年多 他小儿子跟他是不讲话的 不说话的 话都不说 何强在儿子的店里帮忙 也参与给下棋五的金店 维修卷闸门 他平日好赌 所以在修门时 他就动了邪念 他装门的时候 他装了两三天 这门其实也不要两三天 这个装个卷门很简单 他装了两三天 他对里面的布局啊 各方面看得非常清楚 因为他又是做门的 当时就留了一把钥匙 就是说在一个月之前 他就留了一把钥匙 他那个店怎么说呢 但是他的报警器也没有 然后店里也没人住 他金子其实全都是放在柜台的 但是他每天都会有人清点 所以说他当时金店可能 他发现这个新店也比较好偷 就这样蒙生了一种这种想法 在修好门之后 何强就离开都昌回到了湖北 7月18日 他纠结了另外两个犯罪嫌疑人 凌晨开车来到都昌实施盗窃 何强行窃时精心伪装自己 盗窃后故意绕远路 企图躲避警方的追踪 最终他还是南逃法网 这起案件的侦破 也再次证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 那就是莫伸手 伸手必被捉 另外我们在此也提醒广大商户 晚上关门打样后 一定要把贵重的物品收好 除了要安装必备的公共区域视频 和报警装置 更要提高安全意识 不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